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我NORA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0分 剛剛看了其實有一些個股 大致上看到一些個股其實 好像有機會又好像沒機會 那到底要不要做進場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要交給自己去做決定 那以我自己個人的操作起來 我覺得如果今天有五檔個股都到達資深的話 我有一筆資金,我會比較選擇的是 去把它拆成五個都能買 我不要去預設說哪一檔長得快 哪一檔有沒有產業趨勢 哪一檔營收開得比較好 哪一檔資利率比較好 因為這個不是我所去知道的一個範圍 那當然啊,像 趨勢嘛 產業趨勢會是主力想要拉的點 那但是呢 他想要拉 他不想要拉 我怎麼知道他不要拉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有一筆資金 然後一筆大資金 可以五檔都到資深,我肯定全部都買 那 大部分可能真的小資主沒辦法 這樣做到啦 不過就是 慢慢來啊慢慢來 就是有經驗的話 應該說錢這個東西就是在不斷不斷的存嘛 累積嘛 累積到一筆資金 然後再去做這樣一個操作 我個人覺得我比較傾向這樣子 我們不要去 猜測 那有蠻要支撐的 就看看能不能讓他上去 能不能參照一些話題 讓他上去 我覺得都是 一個不錯的方法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下一波 到底要 炒作什麼 肯定的告訴我說 肯定炒作什麼 這樣 那現在市場上 講真的啦 你要看一些產業趨勢 或許誰是誰 XX他就有講 他好準 他會說 現在在炒什麼AI 那個AI那個 誰的XX分析師 也有講過 超厲害 如果說勒 到 某個階段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炒 每個價格都很高的時候 那什麼東西才是真正會炒起來 我是不曉得 所以我們就 很平常看的線 我以前的師傅 也是跟我講 他基本上沒在看新聞 那我們現在 可能第一位沒在看新聞 他說他基本上沒在看新聞 他可能看一下籌碼 哪家券商可能有買 那比較升級比較高 那他是跟著他買 但這個部分我們沒有特別去研究 因為需要耗費很大的時間 和精力 對目前還是比較選擇用 技術線型 然後去做進場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我們就要看這個 上品到這個 三副吧 今天就 用同一個心情穩穩的講就好 同一個語調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上品 那上品的話 目前就 好像沒什麼改變 這個我沒有 剛剛沒有點進來花 基本上應該就還是這樣吧 就是 反覆測試多次的 像他是一次 兩次 三次 那今天下影線這地方是第四次的時候 你就可以考慮了 可以考慮看看 或是第五次 第六次 都可以考慮 考慮 不要再 呃 除非說他的趨勢非常明顯 不然你不要在第三個點就去做測試 不要在第三個點就去買 因為我們這樣畫起來 一切一切 都非常的 非常的自然 但是 一開始 我們也只能夠 畫到這裡來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畫呢 他不就是一個破線嗎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可能是需要經驗一點 你看喔 這樣畫 超順的嘛 拿來看這一天 對不對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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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一天還撐住 哇 爆疊了 趕快跑 好做空 結果勒 拉上來 對不對 所以 我自己個人經驗是 比較覺得說不要看到兩個點連出去的線 就把它當作是 趨勢線 你看喔 現在有三個點 第四個點 比較容易做判斷嗎 只能說比較容易做判斷 那就 一個經驗 大家自己上考 OK 我們看一下這個奇弘 是做這個散刃 那之前其實 有講過他啦 對 他是拉到前高點 然後又被出貨 被倒或倒一次 那現在基本上是沒有過120 那時候就說 這地方看彎下來有沒有機會到達這個點 因為這邊也是三個 123 4 如果彎下來到第4 這個點 可以考慮了 但是 你要想 這裡到這裡的利潤到不大 就到120就好 就算到120 利潤跟你的停損 盈虧比要好 盈虧比要好 再考慮 因為這是你第一筆 就遇到的一個壓力 最好是能夠輕鬆到達的啦 對 那目前看起來是 在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是這邊 做掙扎 也不是掙扎 就是 有一股力量守在底下嘛 看有沒有就會在 盤整盤一盤在往上 但是 不建議下在這個地方啦 因為失敗機率太高了 除非說你是做非常短衝 但我還是不建議 對 好我們看到這個 玉金光喔 玉金光之前有掌上去一波 那我自己個人之前有做 我做到哪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下上去是現在這裡嘛 然後 一根 兩根 三根 然後這地方 有碰到 之後突破 我記得 我是下在這一根啦 2月22號 2月22號 然後他也確實把 這地方也守住了 我就在那一天3月1號下跌的時候 他守住 然後他往上走 他往上走 那目前的支撐我比較難知道 不過 如果說 我把 就是 我大致上的話啦 我把這一根 2月21號 跟我把 2月23號算進去的話 那 目前的這個400塊這個點 或許是一個支撐 但 你看到 他到384又這麼接近 所以目前我認為這邊是支撐 但也認為384是支撐 但是這個384比較 準一點 我覺得應該比較清楚 因為 是這邊的 支撐 這個壓力 這個的壓力 這邊的支撐 所以 他會不會 創高上去之後又重摔到這裡 才又反彈 什麼之類的 我不曉得 但你看他長期趨勢 目前還是整個是受到 整個趨勢線的壓制 頂多頂多啦 他要再次往上去 往上去走的位置就是 他在某一天呢 突破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平行線加上下上趨勢線的話 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 所以你現在要去 坐進場 就是一個 低檔佈局而已 可能有機會拉到這一段啦 但什麼時候不知道 會不會不知道 所以目前的看法是 這樣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這一個位置是比較 清楚明白一點的支撐 那這邊是 我看前面 可能是的支撐 但不一定 不一定正確 OK來看一下這個 旺席 那旺席的部分呢 那時候我也是隨性的貼一條上趨勢線 那今天剛好就打到 今天就有打到 所以說 假設在這邊坐進場 120的人 打到這邊呢 當然可以考慮出 也可以不考慮 不考慮的原因是 可能覺得說有機會再上去嘛 那考慮出的原因是覺得說 可能如果說你手上的章數是比較多的 那當然做一些 小部分的獲利了解 我覺得是OK 因為你不能夠去保證說他能夠 一定能夠突破 或是說他 一定會跌破什麼之類的 清潛布局 沒有那一回事 那 今天看起來 有一點點 可能性 真的是 遇到相當局之前 不過這個也沒有到很準 我們稍微看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我認為 也算是合理啦 這樣的話也是合理 所以說整體 在壓下來這邊的話 我也覺得是合理啦 這合理 所以 你要說 剛我畫的相當局先就一定是 最正確的嗎 我不會這樣覺得 因為 他也不是說很完美的 去點到他 就往下 如果他是很完美的點到這個點 128點 我們就往下 那倒覺得說 那個地方應該真的是 這樣子一個 一個結構 不過確實目前看起來的結構 就是三角收斂啦 就是三角收斂 所以說 還未正式突破 那 今天上來呢 考慮賣的人 那就是獲利了解嘛 不考慮賣的人只能一個大突破 兩個有好有壞啦 一個好 這個問題就是可能拉出去之後 他可能就沒剩多少 沒有辦法賺很多 但是呢他可以保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獲利 那停損也不至於太痛苦 可能停 也不太受 受太大的傷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拉上去就爆磚 就看你要哪一個嘛 對啊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成熟的投資人的話 或許 如果說是我的話 我應該就考慮第一個吧 就有拉到某一個位置 我們就先去 做一些調節 當然他獲利不大 不大 120到150不大 3%多了 但是 讓自己心底比較好瘦一點 我覺得那也是蠻重要的 好看一下 那這個勵志的部分 他在 這一天呢往上走 然後 算是一個非常小結構上來是 往上突破的 但是 在現在看起來 就是紛紛的被壓在這個 因為 以收盤來說嘛 收盤來看的話 是被壓在312.5 直 直下 我們看起來是這樣子 跟我們這個 納指很像啦 就是說 我們納指在 剛剛我是45分K嘛 我這邊打了一個W 上去嘛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有人在看嘛 有一股力量砸下去但是拉上來 但是 隨後又砸下去 砸下去呢 這個點 又拉起來 震一震 又在砸 然後現在就破底了 所以說這邊看起來一個多空的力道 一定是空方比較強 一定空方比較強 那這邊也是 這邊如果說完美去複製他那一段的話 目前他跌下來的這一段 那會不會有機會呢 給你來個破底翻 破底翻翻完之後再掉下去 都有可能 對所以說 以技術分析去超出一些個股的話 你自己心裡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非常大需要練習的東西就是一定要停順 一定要停順 對真的一定要停順 因為你就是靠技術分析 基本上 你靠 那種 存股的話當然我覺得就不用了吧 除非真的需要用到錢 那目前這個區域看起來是 就 以一個大格局來看就是一個高度盤整 高度盤整 290吧 我們看在深微能源 OK那 這是後面又一直不斷調整的一張圖 然後大致上 到現在最後面應該就看像這樣子吧 就是 上面框起來的區域是一個壓力區 然後疊下到深深區域線的或許有機會往上拉 但 不會說在深深區域線的地方是中間場 而是等他真正的突破再去看吧 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就最終有去更改一些圖 然後 原來壓力是花在這裡嘛 左邊是抓的 然後後來感受上他 沒在看了 他感覺是 比較獨立一點自己畫出一個 三陣三角形 這樣子 對 目前等他突破了 好我們看他這個男人湖 男人湖就在那個嘛 在前一前就看到 因為 有下這個 服務區 就看到服務區 男人湖企業 所以他這一檔之前是在我們的會員國有 有在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是在215號的時候講的 215號什麼時候 是在他 剛突破的這一根 所以說後面有中間場的人 是能夠坐長在 坐在12.7附近 那拉上去其實 不算多大的利潤 但是 如果有出的話 大致上拉到9.45% 快接近10% 快接近10% 對那 目前搞不好 有機會跌下來 搞不好這邊拉一拉 機會跌下來 都有可能 所以說 如果說你是做這個的話 那就要小心吧 不曉得 因為目前的這個觀光類股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 那麼亮眼 他紛紛的往下 那接下來不是有一個消息嗎 就是這個 現金嘛 普發現金6000元 那會不會 在普發前 就往下去跌 還是發的那一天 才往下跌 不曉得 反正目前這個 觀光類群的個股 感覺上 有一些資金是 往旁邊走 當然我們不排除 如果說整個大盤在跌 只有他們往上漲 所以這個也很難說 所以 我們能夠做到就是 分批去賣 反正最後 你賣光了 賣費了 有賺錢 那就好 那就把 這筆錢留給下一檔 有機會的個股 因為每天看那麼多啦 我沒看過 當然就會覺得說 根本就沒有必要 這個 把心思留在同一檔 那 這個是之前講的 會員個股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紅寶吧 那紅寶我們來看一下 紅寶那時候 後面把它納進去 會員個股是在這一天 是在2月23 還是在2月24 忘記了 還是2月22 好像是2月22啦 因為2月22才有講 2月22那時候講一個工業電腦 然後 是把它納進去的 我記得是這樣子 還是講錯了 隨便 反正呢 現在啦 他 就是一個高度盤整 你叫我分析這個 我也很難跟你做分析啦 基本上只能用軍線去做操作 不然就是等待他 沒機會在底下 就這樣子 就這樣吧 我覺得 就是一樣喔 講剛剛前面那檔的感受 就是 我沒有必要把眼鏡都看在同一檔 所以這是 我啦 有點沒有很相信基本面這件事情 我覺得 任何股票都拿來做操作 當然 多多加加點點去看一些 懂一些基本面 懂他做什麼 那 我覺得是OK 但是你不要盡興 全部都相信 因為 每個人得到的消息呢 肯定 會比你還快 那我覺得 你要光靠那個 去抓住一個某的moment 就是非常困難的 好我們看一下成名電 OK那成名電的部分 之前有花一些些 然後花一花一花一花之後呢 發現了 就是這根突破 那 看有沒有這邊回撤 回撤 應該先抓這裡吧 就這個兩個點 大概21塊附近 基本上可能是支撐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他拉上去如果說你是在自己跟去追加的 這兩天已經非常難受 我不要說這兩天啦 昨天就非常難受 所以說 還是一樣 不要去追高 真的不要去追高啦 追高真的是 在這種 我覺得認為都還比較好操 比確一點還好操作的行情 你就死死掉了 那 更何況呢 如果說之後呢 之後如果說再來個下跌 你基本上是直接out出局了 對 所以等待直撐就好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晶圓墊子 這檔真的是很強 我真的不知道他長什麼 那時候 觀察到的時候是在這裡 然後一直覺得說 應該 沒辦法長上去吧 結果後面還 突破了這個 大下 下降趨勢線 大下降趨勢線 那時候突破的點是在 這一個 這一根 那時候沒觀察到 突破的點是在 2月23號 然後他下降趨勢線的是 打了5次 12345 非常漂亮的突破 突破上去 現在基本上 我那時候抓的這個 支撐壓力是抓45吧 但我沒有到很確定 我沒有到很確定 我這件事情我真的不太確定 比較確定是這個 現有的線 跟 可能前面這邊的壓力啦 不過這前面壓力 我也沒有很確定 所以 最最最最 有效 的線 就是在 2月23號這根的突破 跟這根微塞 然後這一天 基本上這邊已經拉出去 然後 這邊附近我都不曉得 是不是真的支撐 對 我只能大半的講 我不知道 但 Mappy 後面有掉下來 會守住這個缺口 跟大量的缺口 對 就這樣子吧 好我們看到這個聯合 聯合也是升級一條 那 基本上升級一條 我到現在也還是 沒有很看得懂 就是目前沒有很看得懂 就是 我認為他短期之內的指數轉弱 那當然還是有些個股會往上走 但整體趨勢來說 我覺得比較難操作 對啊 就他們比較 不受控 我個人這樣覺得 好那目前看起來 因為以前 我們先看一下 這次我打的出OK 出OK爆大量 然後呢 觀念就是說 這一根散線的部分 都有可能 形成壓力 對那 剛剛看起來 是比較像是在這個位置 怎麼說呢 因為呢 如果我們這樣看 不曉得 但是我們這邊呢 已經走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可以去 比較大膽去猜測說 他的壓力或許是在一個白色的線 52塊這邊附近 你這邊有碰到一次嗎 兩次嗎 三次 我今天開盤要碰到四次 就是一般如果突破的話 那就是一個市場上 大家都會關注這個 壓力的突破 所以52塊可以去關注看看 當然他沒什麼量 自己小心 好我們來看這個三副 三副就算是這個旅遊業 OK那 三副的部分的話 之前抓到壓力 是抓到這個高點 是在抓這個大概是64.7 64.7 64.7 那 之前突破一根 然後被往下砸 砸下來呢 這根看起來好像逆似的在往上 不過 你看看他的現在目前的價格 就有點 上下下下下下 不太上也不太下 就是說基本上 我認為啦 如果說 你當然啦 你現在手上有的人 就是守住低點 那低點應該是目前的一個 明燈的吧 就是說如果他跌破的話 應該就拜拜 那可能會在這邊 自我的拉成一個三角收斂 看這個地方吧 有沒有再去碰觸 然後最後突破 可能會出方向 Maybe是這樣子啦 那低點去跌破 就是一個平台的支撐 跌破應該不會有好事情發生 這個多方的不會有好事情 除非有你做空啦 對那 好啦那差不多了 我 差不多講 然後就還在講一下就是 明天就不直播啦 然後就是 有事情這樣子 好那今天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